索尼Xprovia 1 Mark III 一台号称非常重视影像的旗舰手机 而且它的工业设计在如今的手机当中是很有特点的 修长的机身比例 修长的屏幕 虽然自称非常重视影像表现 但是它的后摄区域设计的并不夸张 来来 一起给它的工业设计投过票 如果你认为这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很好看 打1 如果认为不好看 打2 如果觉得无所谓 一般和其他的所有选项都可以打3 下面先放一下用这台手机拍摄的精选样片吧 刚才的精选样片呢 都是由这台手机做拍摄 并且用内置滤镜编辑的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 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呢 也能够拿起自己的手机 都去户外拍好看的照片 没错 没错 Sony Xperia 1 Mark III 作为索尼这个品牌 它的影像领域可以算是如日中天的品牌 那么它的手机产品呢 相信大家也对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关注 那么作为聊影像的节目 我们肯定不会放过它 只不过呀 我被它的长焦头给忽悠了 当然了 我是被我哥们给忽悠了 只不过这个忽悠呢 对喜欢的朋友和想买的朋友 没有什么影响 它只是我个人被忽悠了 那么这点呢 我们会放在长焦头的部分 好好跟大家讲 欢迎观看ZP也是个超级 我是长张 我们的节目呢 会聊手机 聊摄影 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 如果和我们一样期待后面的节目 记得点个赞 点个关注哦 没错 您的关注对我们非常有用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好好讲一讲 它每颗镜头在光学方面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 Sony Xperia 1 Mark III这台手机 后摄一共是三颗干活的镜头 没有凑数镜头 分别是超光焦主摄和中长焦 不过这台手机呢 也可以说是四颗镜头 因为它下面那颗中长焦镜头 实际上是两颗定焦镜头 这也是我被哥们忽悠的点 一开始他说 这颗镜头是一颗可变焦的镜头 我以为是一颗光学变焦镜头呢 结果我发现它是档位 它只有2.9倍跟4.4两个档位 中间呢都是数码变焦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颗真正的变焦镜头 它是两颗定焦镜头 所以说这台手机看上去是三颗镜头 实际上它是四颗镜头 聊这台手机 咱们还是先说拍摄软件跟功能 在机身上专门有一个相机按钮 拍摄的时候呢 那它就是快门按键了 长按这个按键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进入拍摄界面 默认界面呢是basical界面 也就是基本界面 点击basical按钮 就可以进入专业模式了 也就是摄影大师模式 有摄影经验的朋友 会知道这些模式都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唯独没有A档 就是光圈优先模式 因为这个手机的光圈是不可调的 但是快门啊 M档啊都是有的 在这个模式下 曝光补偿啊 对焦区域啊 对焦速度啊 连拍模式啊 这些都可以调节 就像索尼的V单一样 在拍摄的时候呢 音量加减键就是数码变焦键 当然是数码变焦啊 不是光学变焦 只不过变焦的逻辑 是只能在当前镜头下进行数码变焦 如果你想放大的更大 或者缩小的更大 那么你就得调节其他的镜头 来再次变焦 这个跟其他的手机不一样 哦对了 无论是基本模式 还是摄影大师模式 都只能这么变焦 在基本模式下 有一个功能叫散景 这个功能我非常喜欢 它可以模拟出比较真实的背景虚化效果 这就是最终的成像效果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比没有开这个功能的照片 我觉得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如果是拍摄人像的话 我建议也用这个功能来拍摄 说到拍摄人像啊 它的脸部追焦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不管模特怎么移动 还是你的手机怎么移动 它都能死死的咬住面部 当然这个追焦功能不光用在拍摄人像上 你拍摄任何景物的时候 只要你手动选择了对焦点 那么它都可以死死的咬住被摄物体 那么下面咱们就看看它每颗镜头 在光学成像上的表现怎么样 那咱们先看主摄 参数方面感光器大小 在如今的旗舰手机中不算大的 像素呢也没有高像素模式 就是1200万 但是官网在每一颗镜头的硬件参数 介绍方面介绍的非常全 这点比其他厂家要强很多 主摄在白天仰仗中的色彩表现 看着还是不错的不腻 放大中心跟边角对比一下 这点主要是看镜头的光路设计水平怎么样 中心画质没问题 边角画质相对于中心来讲有些下降 再看下一组照片 色彩上还是不错 对比中心跟边角 依然是中心画质没问题 边角画质下降了 那具体这个差距是什么档次呢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可能心里会有点数 不过我们后期呢也会安排他跟其他旗舰手机的对比 到时候就更清楚了 再看超广角镜头 硬件参数都列在这里了 有一点呢就是他的等效焦距是16毫米 在如今的旗舰手机中也不算很广 看样片色彩还是没问题的 放大中心跟边角对比 中心画质跟边角画质的差距跟主摄一样都是有的 再看下一张测试摄片 老实说超广角的中心跟边角画质的差距啊 好像没有主摄的差距大 那么这点呢可能在超广角里就算不错的了 再看中长焦镜头 这颗镜头呢前面已经说过了 它虽然宣称是一颗可以变焦的镜头 但是它跟传统的无极变焦镜头不一样 它是有档位的 它只能在相当于主摄2.9倍跟4.4倍的时候是光学镜头 也就是等效焦距70毫米和105毫米的时候 那其他的焦段呢全都是数码变焦了 其实这颗镜头是两颗定焦镜头 这颗中长焦镜头的对焦速度非常快 无论是2.9倍端还是4.4倍端 对焦速度都可以用非常迅猫来形容 长焦镜头只要对焦没问题 对焦快那使用起来就算是得心应手了 而且回来看相片也没发现这颗长焦头 在成像上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中心画质跟边角画质上的区别 虽然这颗长焦头并不像我哥们跟我说的那样 它是一颗无极变焦镜头 虽然它是有档位的 它是一颗镜头当两颗镜头用 但是它在使用体验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一颗非常不错的中长焦镜头 索尼的前置呢分为直接拍摄 还有人像自拍模式两种 前置原相机的效果稍微有一点锐化嘛 就不太适合拍很精致的那种自拍 但是呢我们可以打开人像自拍模式 我觉得啊把美颜滤镜调到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最合适的 它背景虚化的模拟效果稍微有一点一般 像头和丝啊这个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 底下呢有五个按钮 哦分别是调节背景虚化美肤皮肤亮度 眼睛放大和瘦脸 整体拍下来效果还是很真实的 我还是很喜欢的 这台手机我没有找到人像模式的拍摄选项啊 所以我就用前面说的散景的特效来拍摄的 而且三颗镜头四个焦段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拍摄人像 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我们还是挺满意的啊 无论是照片的色彩人物的肤色还是抠图的效果 模拟背景虚化的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再看夜景模式的表现 索尼Xperia 1 Mark 3这台手机啊是没有夜景模式的 或者说根本没找着 当他检测到环境比较暗 他就会开启自动夜景模式 当一旦触发这个模式 记住啊手机一定要端稳 否则的话就会拍虚 如果你想既拍既有 不想等这么长时间 也有办法 那就是选择快门优先模式 这样您就可以根据经验设定合适的快门来拍摄了 在城市灯光环境下 主摄跟超广角的成像风格比较接近 而且还是很够用的 在夜景拍摄时 就算你使用长焦头去拍摄 那么他也真是用这颗长焦头来拍摄 不用主摄来数码变焦 但如果真到了稍微暗一点的环境 那么长焦头的表现那肯定就没有主摄好了 那如果说这台手机主摄跟超广角的夜景表现的话 那么我觉得还可以吧 最起码能拍出黑夜的氛围 但是到了女流氓小象这个比较黑的场景中 那表现就有点勉强了 再到祖传神术这个场景 那什么都拍不出来了就 看完前面各个镜头的光学表现之后 那咱们现在看看日常拍摄录像的防抖表现怎么样 我们都是用默认摄制拍摄 也就是说它不是120帧的 跟大家一样拿起来就拍 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防抖表现 效果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是超广角白天的走路防抖表现 依旧稳健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到了夜晚的表现嘛 就不是很好了 现在是主摄在一条大街上 有车灯的大街哦 现在是超广角的夜景防抖表现 跟主摄一样 咱先不说防抖 效果果冲效应 咱就说这个亮度 是不是可以稍微再亮点 那如果有路灯的大街都不亮的话 那到了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 那就拍不出来了 什么都拍不出来了 当然在录像中还有电影大师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打开之后也很专业 只不过我这条路屏可能不是很清楚 界面上显示的当前拍摄参数非常全 比如说当前的曝光量 麦克风的指数 水平仪这些都应有尽有 而且内置滤镜我看了一下 风格也挺不错的 我都挺喜欢的 工业设计方面 这台手机还是很有的说的 首先就是它修长的比例 有人说它是带鱼 带鱼屏加上头尾 那就是一条真带鱼了 而且手机正面 确实跟现在的全面屏不一样 就是它上下都有宽边 也就是真有头尾 手机厚度方面做的也挺薄的 8.2毫米 拿在手里挺轻薄的 而且摄像头的凸起也很低 跟现在的那些主流旗舰比起来 那简直是太低了 当然这也跟它采用的感光器 比较小有关系 神奇的是这么小的屏幕面积上 居然做到了4K的分辨率 没错 这台手机的屏幕是真正4K的屏幕 但是系统内呢 我没有找到分辨率调节的选项 那么也就是说 系统完全自动来控制这台手机 当前的渲染分辨率到底是多少 最最最神奇的就是它的顶部 还保留了3.5毫米耳机孔 耳机发烧友们 我相信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手机看起来非常的方正非常的硬朗 但是边角都做了圆滑的处理 拿在手里的手感还真是不错 硬件方面就是处理器啊 内存啊 存储啊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当今安卓的顶级水平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但是跑分发热什么的 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 当然我们也不会测了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索尼Xperia 1 Mark III 在影像上的表现 拍摄体验上主要是操作方面的真是棒 那颗实体的快面按键操作起来真是好 半按对焦深按拍摄 很有相机的操作感觉 摄影大师跟电影大师两个软件 对于有个专业器材操作经验的朋友来说十分友好 自由度跟参数观察 在手机中肯定算是到位的 成像质量方面 主摄跟超王角的边角画质下降有些明显 尤其是主摄 夜景的表现上 照片跟视频的成像质量 在当今的旗舰手机中不算拔尖的 更具体的表现 我们就留给对比视频再呈现吧 OK到结尾了 希望上面的节目您看之后 对您在选择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是点个赞再找 点个关注再找 没客人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